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您分享一道好吃的牛奶核桃小饼 全程制作简单 少油少糖 特别的健康 如果您喜欢 咱们一起来做吧 盆中倒入半斤的中筋面粉 加入两克的酵母 五克白糖 促进发酵 倒入180克的纯牛奶 先把酵母化开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揉成面团 面团需要多揉一会儿 揉至表面光滑细致 中度柔软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醒发至一倍大 看一下这面团 基本上发酵至一倍大的状态 我们直接给它移到案板上 然后我们给面团揉搓排气 把面揉得更光滑 更细腻一些 揉好以后 直接搓成长条状 下成均等大小的面剂 取过一份面剂 幽外向里搓揉均匀 整理成圆形光滑的小面剂子 所有的面剂子都做好了 在面剂子的中间部位 我们放一个大核桃仁 直接压进去 用手轻轻压一下 压成这样的圆形饼状 所有的饼皮都做好后 盖上保鲜袋 二次醒面20分钟 看一下 生皮醒发至明显变大 变得这种胖乎乎的就可以了 饼层预热 不用放油 放入生皮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开中火慢烙 烙至小饼的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翻面以后 我们给它压平 盖上盖子继续捞 烙至底边上色 我们再次给它翻面 翻面以后 再烙上一分钟 烙至小饼的两端 全成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快速回弹 就证明内部已经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家人们看一下 这个颜值 有没有食欲呢 这样做的牛奶核桃小饼 蓬松 轩软 真的是少油少糖 又健康 里面还有一颗 大大的核桃仁 吃起来 美味极了 掰开一个 我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蓬松轩软 喜欢吃发面饼的家人们 不妨试试这个做法哟 谢谢您对海贱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